其實當歸這道藥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可能大家沒想過當歸這名的奈歷是甚麼 其實有幾種說法 第一種是當歸可以令到氣血國有所歸 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古人娶妻時為了自俗 當歸可以調血為苦科性藥有師夫之義 所以就有這名 跟藏師入面 胡麻好中無人中 正是歸時有不歸 這個意思是相同的 當歸其實是中醫最常用的藥物之一 古有十方九歸的說法 當歸美甘 身 性溫 歸肝 心 皮經 有補血活血 調經通便的功效 當歸跟不同藥材的配搭都會發揮出不同的功效 譬如同屬地 伯卓 村貢 就會組成四蜜湯 就是治療血虛的常見方 譬如如果配以赤卓單皮的話 就可以活血和清熱 當歸亦常用於血虛腸醋便秘 這種便秘好發於老人家 由於年老氣血虛虛 無力滋潤這個長度所致 這時可以用當歸佩爾火麻仁 和玉崇溶的藥 去潤腸通便和養血 除此之外 鮮為人之夜 就是當歸亦有止咳的功能 本經裏就說 當歸未甘溫 煮咳液上氣 而本草求真裏也提及到 是以氣液而見咳液上文者 則當以此 以和血 血和則氣則降矣 譬如如果治療有肺腎陰規 虛火尚嚴人質的咳嗽痰血 的百合固金湯裏 亦可見到當歸的影子 而在具降氣平喘功效的酥脂降氣湯裏 亦闖濃了當歸 取其養血 潤醋 和煮咳液上氣之功 在現代藥理來說 當歸含有大量的揮發油 維生素 油基酸等多種的有機成分 有研究指出 當歸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對治療黃蝶斑 雀斑等色素性的皮膚病 效果良好 甚至可以促進頭髮的生長 用當歸製成的烏發酥 洗髮雨 其實都可以令頭髮柔軟光亮 因為當歸是性溫 所以如果食太久或過濫服用 都會容易導致虛火傷炎 所以對於乾火旺 陰虛落雨的人 就不適宜服用 另外 脾胃虛弱和大便躺射的人 都應該謹慎服用 首先 食療的目的是未病先防 冬天已經來到 所以血虛有行的人 亦都可以嘗試當歸山姜羊肉湯 這個食療其實早就記載在傷寒論中 當中提及到 寒三 腹中痛 若脅痛累急者 當歸山姜羊肉湯主之 這個湯其實是主治血虛有寒的腹痛 脅痛 而它疼痛的性質就是起溫起岸 如果寒多的人 就可以加大山姜的用量 如果痛多而且有吐的話 就可以加一些骨皮和白食 另外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來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玉骨茶 其實裡面都有當歸 而玉骨茶就有溫中和胃健脾養血 散寒去濕的作用 都很適合秋冬的保身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